位在松山区南京东路五段知名素食餐厅玉莲斋 无预警歇业 餐厅现场已经放置招足告示 北市卫生局已经立案调查 要求负责人说明 台北市法务局小宝官呼吁手上仍有餐券之消费者 在信托履约保障期间内 紧速向信托银行申请退款 依商品服务礼券定型化契约 应记载事项的规定 礼券发行人必须提供自发售日期一年以上的履约保障机制 本案预连载餐券是由新光银行办理预收款信托 储存在信托专户里面 所以呼吁持有预连载餐券的消费者 如果餐券还在礼约保障期间内 请尽速向新光银行申请退款 如果手上的餐券已经超过礼约保障期间 礼券的发行人还是必须要负担这个发行礼券的责任的 所以持券人还是可以跟礼券发行人主张权益 这个部分台北市政府已经立案调查 会请礼券的发行人来说明对于这个部分持券人如何进行退款 法务局提醒消费者购买礼券时 要选择有履约保障机制的合法礼券 避免事后权益受损 也可以到法务局网站查询礼券履约保障相关资讯 有消费上的争议也可以拨打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或1999转7812 法务局将会提供咨询及协助申诉 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记者温永俊台北报道